哈囉 各位家長小朋友大家好 蘑菇姐姐又來啦 這次要開箱什麼玩具分享給各位家長跟小朋友呢 看一下這是誰 應該有很多小朋友都對他非常的熟悉囉 看一下這是什麼 可愛小雞的養成屋 那這次為什麼特別介紹這一款呢 這一次呢非常的特別喔 是限定款 為什麼說是限定款呢 就是啊這一次的可愛小雞養成屋裡面不含了 有什麼 就是我們的小雞居家裝飾包 這個是裝飾包 裡面呢有哪些東西 來大家小朋友都有看到的 看到沒有 各位家長們都可以看一下 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看 裡面有什麼小朋友最喜歡的 貼紙 等一下 這是貼紙 貼紙對不對 那貼紙上面有什麼 冰淇淋 飯糰 還有不倒翁 甜甜圈 還有蛋糕 這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呢 是可以幫我們的小雞的家 可以做裝飾的喔 等一下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還有什麼呢 就是它的飼料 這個小朋友可能會看得比較不清楚 裡面有飯糰 有丸子 還有壽司 哇這個小雞吃得也太好了吧 有看到嗎 好 那我們一樣先放下來 等一下給大家看怎麼做 怎麼去分享它呢 那裡面還有什麼 就是呢我們的國外的窗景 這個小雞也太好了吧 它在家裡面就可以看到國外的窗景 都不用出國耶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它的留言卡 留言卡有哪些 蘑菇姐姐帶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好 這是什麼 這是敢作業 嗯小朋友喜歡寫作業嗎 寫作業呢可以怎麼樣 幫助我們的知識很豐富 然後製造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像這個呢是什麼 它在 它就是有點無聊了對不對 小雞無聊的留言卡 你可以放在裡面 那大家都可以來找我玩喔 小朋友來找我玩吧 那這個 還有這個 這三張都是出門去 如果說小朋友 我出去上課囉 我出去畫畫啦 都可以在留言卡上面寫上一個字 然後放在留言處就可以知道 今天小雞做了什麼事情喔 那這就是留言卡 好 那還有一個 小朋友 來看一下 這個呢 是小雞它發出聲音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它 它現在在想什麼呢 它開心嗎 或者是說 它是不是肚子很餓很餓了 或者是它是不是覺得 嗯想要臭臭了 想要變了 對不對 這裡面呢它都有說明 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媽媽一起看 裡面都有小說明書 然後也會有小雞的介紹 還有它聲音的辨識度喔 OK 那我們就要來開箱 我們的小雞的家囉 就是這一盒 OK 我們先把盒子放到旁邊 來開箱給大家看 你看 一樣它的扣筍打開 哇 小雞是不是在裡面呢 喔 它 它現在是什麼聲音 嗯 它好像是準備要吃飯呢 好像 好像還沒有很餓耶 OK 對 要怎麼樣去辨識呢 剛剛蘑菇姐其實已經偷偷偷偷的玩一下 因為它實在是太可愛了 來看一下小雞長什麼樣子 喔 毛茸茸的 嗯 好可愛喔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小梳子 可以幫小雞怎麼樣 梳頭髮 小朋友喜歡梳頭髮嗎 就是很愛漂亮啊 蘑菇姐姐也非常愛漂亮 小雞梳頭髮 你可以幫小雞梳頭髮 超級可愛的 然後記得梳完之後呢 要放回去才不會東西找不到喔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小雞的養成屋裡面呢 有什麼東西可以讓小朋友一起去探索看看的呢 咦 它有彈簧耶 那小雞進去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進去 哇 它好像在怎麼樣 它在洗澡耶對不對 小朋友喜歡洗澡嗎 小朋友洗澡是不是很開心 都會 覺得好好玩喔 洗澡好好好 玩水好好玩喔 對不對 小雞也是這麼覺得喔 那再來 小雞呢 如果說 它出去玩了很久很久了 那它是不是 嗯 回來要上廁所了 那這邊呢 有小馬桶 有小馬桶喔 小雞放在上面 它好像怎麼樣 有沒有聽到 蹦蹦的聲音 蹦蹦的聲音是什麼 小雞怎麼樣了 它吐臭了 它是不是變變臭臭了 小朋友也會對不對 記得要擦屁屁喔 再來 小雞 還可以去哪裡呢 它可以到 喔 這個地方 你知道沒有 看到嗎 這個地方 它是可以讓它吃東西的地方喔 喔 它現在好像不大高興 它現在不想吃東西 它肚子不餓耶 嗯 那 那好吧 不然 它好像 應該去打扮一下好了 它可能覺得 嗯 有點無聊喔 肚子不會餓 我想要出去玩一下 那 再幫它打扮一下喔 把我們的 裝飾盒打開 哇 裡面有什麼 蝴蝶姐 哇 太可愛了吧 小朋友都喜歡貼蝴蝶姐 媽媽一隻隻也會幫你把蝴蝶姐貼在頭上 貼在 夾在你的頭上 夾在頭把上面 然後就很漂亮出門囉 小雞也是 讓它打扮得漂亮一點吧 是不是好可愛 對不對 小雞也可以很漂亮的喔 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花花的 好 就花花的 都可以讓小朋友 去幫小雞做裝飾喔 再來再來 還有呢 它可以怎麼樣 睡覺對不對 玩了一整天要怎麼樣 要休息 我們要睡覺對不對 然後放到裡面去 二年起就來了對不對 我們好想睡覺喔 要休息一下 太陽公公才會起來 我們才有新的一天可以出去玩 那我們今天呢 要特別跟大家介紹的這些裝飾包呢 可以放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來看一下 剛剛所講的 我們的留言卡 留言卡 假設呢 我們今天 我很無聊 鹹鹹的 小朋友想要 我想要有朋友來找我玩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 讓我鹹鹹的 如果小朋友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可以問爸爸媽媽喔 那這一張就是所謂的鹹鹹的 很無聊 我想要找好多朋友來找我玩 那怎麼樣把它放到我們的留言卡處 所以呢就是 大家來找我玩吧 就是告訴大家 然後現在很無聊來找我玩 對不對 還有 趕作業對不對 假要到了 覺得好像 作業快寫不完了 所以大家不要來吵我喔 放到裡面去 大家不要吵我喔 我要做作業囉 我要認真的做作業囉 還有 這三張 這三張呢就是小朋友 欸如果說 我要去上課 我要畫畫 小朋友可能要 我要玩玩具 都可以寫在這個留言卡上面 上面呢這個空白的地方 都可以讓小朋友去做填寫喔 那就可以把它放到裡面去 就知道 喔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或是我現在的狀態是怎麼樣 大家就可以知道 喔今天小七要幹嘛囉 所以呢 小七也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的 小七很忙的喔對不對 那再來 拿這個好了 這個呢就是剛剛講的 小七非常的幸福 他都不用出國不用搭飛機 但是他就可以看到國外的風景 法理鐵塔跟誰 富士山日本耶對不對 所以他好幸福都不用出國 不用坐很久很久的車車 他就可以在他的房子裡面 看到外面的窗戶風景了 然後我們就把他的貼紙貼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空白處的地方 在這個空白處的地方 小朋友都可以去做貼 好 很可愛 所以呢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的這個 剛剛講過的 他的食物 有丸子啊 御飯糰 還有壽司吃得超級好 吃得比活菇姐姐吃得還好呢 OK OK 那他要放在哪裡 那這個地方 小朋友會看到 這個是他的飼料盤 飼料盤呢 這個地方照著他的形狀放上去 他今天就是吃什麼 壽司 然後放上去 哇 看到了 他是不是 吃得很高興啊 他吃得很高興對不對 好 好 那你想要讓他吃丸子 丸子 魚飯糰 都可以放到上面去喔 他好幸福 他也太幸福了 現在吃飽了 他打扮完了 怎麼這麼生氣呢 可能他吃飽要出去玩了 對不對 好 出去玩之前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小雞的家 裝飾一下 剛剛講的 小朋友最喜歡最喜歡的貼紙 貼紙 看到嗎 那我們怎麼去裝飾它呢 首先 我們先把小雞的房子先蓋起來 小雞你先乖乖的在裡面喔 睡覺喔 不可以吵喔 知道嗎 然後放鬆起來 好 扣好之後呢 看到這樣的外觀對不對 很可愛 很乾淨很漂亮 但是小朋友呢 應該跟蘑菇姐姐一樣都很喜歡去貼紙 而且喜歡這種藍色的貼紙對不對 那貼什麼好呢 冰淇淋好了 好不好 冰淇淋 冰淇淋吃一下 嗯 真的沒有 冰淇淋 貼哪邊呢 貼這裡好了 小朋友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貼在這邊 再來 這次是貼誰 布導翁好了 小雞的布導翁耶 這是太可愛了吧 小雞不導喔 真的 拿去哪裡呢 嗯 貼 這地方是嗎 貼歪歪的 貼歪歪的很可愛 再來是誰啊 嗯 飯糰好不好 連接飯糰 我們慢慢慢慢的把它貼進去 貼進去 貼上去 再來就是甜甜圈 蘑菇姐姐非常喜歡吃的甜甜圈 吃完記得要刷牙 不然牙齒會臭臭 對不對 來 最後一個 是我們的蛋糕 好極可愛的 放在哪裡呢 嗯 有點滿 放這邊好了 看到嗎 哇 裝飾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可愛 是不是 這是非常的漂亮可愛 那小朋友們就可以 帶著我們的小雞 一起出去玩囉 所以 小心點 小心點 不要 不要再睡覺囉 所以呢 各位家長的小朋友們 歡迎你們可以參考 看看我們這一次的 小雞養成屋的限定版 趕快把我們的小雞公司都配回家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